Ao了世界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A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天天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新文明對上始祖文明凶人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亞美尼亞人 是溫切斯特 對上他的戰隊隊友 Windy 是Windy吧 還是Winder 應該是Windy 先來看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特色是他的伐木 挖金挖石每點一次都還會再增加 額外的40%的效率 所以他的經濟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他的文明特性是他的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的特殊弓兵單位 他的弓兵路線比較可惜的是 馬弓不太能用 沒有重裝馬弓也沒有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強弩部分也沒有拇指環 對射手也很容易對射輸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 弓兵配上步兵 劍兵勇士可以高達100滴血 只要點下費雷特斯科技之後 就會非常的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4點鐘方向的凶人 凶人開局木頭減100 但是不需要蓋房子 一開始人口就是200了 他的文明特性打騎兵路線是比較適合的 有大羅馬跟遊俠 但是沒有駱駝可以用 所以他有槍兵可以去防止駱駝的壓制 但是他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用起來還是會比較難用一點 特別害怕敵方的弓兵或戰毛兵 那兇人的馬弓路線是比較適合的 雖然他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但是城堡時代9折 電用時代8折的優惠 可以讓他快速產生大量的馬弓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這個大衝車 或是轉出巨型投資機工程 都是比較適合他的策略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下面這個地圖黃金兩邊地方 感覺比較尷尬是上面這一個 這個還行 下面這個還行 但是只能蓋採礦影地 這個凹凸不平的地方 就只能放這個採礦地 要維持的話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從感覺來講大圍是比較好的 但是如果要小圍的話可能也很難圍 要用TC連綁的話 最近圍下來圍下來 超小圍就是這樣子 直接圍一下圍一下 這裡圍過來圍過來 然後正面就蓋個什麼馬舊 軍營射箭場之類的 但只是如果真的要小圍的話 我也蠻好奇的 這把凶人會怎麼圍家 接下來看一下Mintest 亞美尼亞人 這邊要圍家的話 黃金可能還是會移留在外面 除非要圍出來一點 但他沒有選擇往外圍 地圖方面看起來 要大圍還是比較好圍的 當然不管怎麼圍 都是需要耗費很多的資源 小圍的部分也不是那麼的好圍起來 這把有的看了 兩邊都是超級開放地圖 好 兇人這邊有點危險 被兩隻棒棒騷擾 亞美尼亞選擇了棒棒開局 好稍微跳恰恰一下 你扁我我扁你 好上高地 洛瑪圍偶一下 殘血 現在Mintest有洛瑪的血量優勢 這邊兇人有點大意了 亞美尼亞這邊才剛點下 弓箭Style升級了 好這裡要先轉射箭場 好轉射箭場 因為有蛙蛙金礦 有蛙金礦轉射箭場 比較適合 後續接下來的打法 好 雄人這邊是補了一隻小弓 好這裡要按隻槍兵嗎 槍兵沒打算按 肉馬過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你家的經濟配置 現在射箭場還沒有補 也還在黑天時代 好那大家稍後再繞一下 看一下這裡的位置 好這邊直接看到射箭場了 OK那就確定你是走毛兵 那這一波凶人出門 可能也沒有辦法打到太多的東西 好亞美尼亞很早就點下城鎮料望 讓自己的視野變得更好一點 才不會地圖上一片黑媽媽的 什麼都看不到 OK現在補下了一隻一射 這樣弓兵 欸這邊是走弓兵而不是戰毛兵 要這樣相對來說省資源 但這一波弓兵出門 也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決定要遠地反 折返了嗎 繼續往前吧 肉馬配弓兵 可是封箭時代最強搭配 往前往前 好給倒壓力 欸這個差勁可以戳死 可惜了 尷尬Minchester 肉馬有一點操作失誤 停了下來 弓兵直接衝了進來了 沒錯 肉馬配弓兵就是要往前衝 看到這邊蓋箭塔 還在蓋一半而已 有機會 但是選擇了往後撤了 沒有打算要硬砍 好這一坨兵 沒有辦法解掉 戰死無解 兩隻棒棒在這邊卡著 不知道在幹嘛 這兩隻棒棒現在對於兇刃來說問題不大 問題是要怎麼燒得到對手 現在Minchester圍得還不錯 雖然不管怎麼圍還是變成了一個大圍的趨勢 這個範圍圍的還是很大 那一開始 雅美尼亞本來是想要從這裡為死的 那看來他是有意識到 這個人要大圍有點困難 好那接下來 黃金有一塊附金就沒問題 主金就可以放棄 那現在問題是要怎麼繼續進攻 不然就是要轉職 變成寶賽 好雅美尼亞人準備要來升級了 四隻肉馬 配五隻弓兵 這裡敲一下羅車 看來想要挖石頭 走複合弓箭手 這個羅車可能會被射掉 回來把羅車蓋好 工兵過來點掉兩隻 這個點射很漂亮 第三隻點掉 哦 點了三隻弓兵 很好很好 這波會打起來 來了 點掉兩隻肉馬 毛兵往前繼續輸出 往前走再點掉一隻弓兵 跟後面的部隊會合 往後拉了一下 有點追不太到了 肉馬在這邊砍掉了一隻弓兵 漂亮 毛兵再往前 繼續往前進攻 又點掉了一隻 再來一隻 再一隻又可以嗎 沒辦法了 好 只有三隻弓兵活著了回去 這裡要趕快挖石頭 現在應該只是要挖石頭開TC而已 因為後面補了一根箭塔 所以現在石頭不夠 就不能開TC 待會TC 可以考慮開在石頭的位置 看他的石頭在哪 那個石頭該不會是在這吧 這看起來就是他的腹死啊 好遠 不然TC開後面這個位置 不然就往外開 但如果這邊要開TC 只能開這個位置 也是不太好開 現在TC的位置有點難 有點難搞 好 雄倫點一下城堡時代 點了一個馬卡 應該不是要走馬功路線吧 應該要走青奇兵 木頭有點炸裂 走馬功的話 這時候就要開始補馬 補這個射箭場才對 但這個射箭場沒有補 應該是要打開農 轉奇兵 畢竟亞美尼亞人這邊有 比較多數的戰毛兵 好 先點個二級射 戰毛騎士 OK 騎士有出 好 開始補城鎮中心 這裡也要補一個嗎 這裡兇人木頭量有點炸裂 非常多 再補一個修道院如何 好 亞美尼亞人 第一個強化教堂 就會有額外的生物了 先按了一個教堂之後 按著戰鬥祭司 來去撿生物了 戰鬥祭司移動速度很快 還可以搬生物 還蠻不錯的效果 好 這邊投石車 可以強化教堂 一些壓力 強化教堂是射程喔 跟TC是一樣的 都是六點射程 而且不會再繼續 自動射擊 好 兇人 這邊是點下了二級 伐木 亞美尼亞人 現在要打贏對手 還是比較吃力一點的 好 好 這裡砸 一換一 但是要被一換二了 這個投車砸得不錯 我使車秀得很好 現在要打贏對手 很難打 只能產更多的投車來壓制才行 現在出攻兵 一定要繞到後方才行 後面現在在正面沒有太多的優勢 這裡拍到了 投車有機會點得掉這個嗎 頂下 哇靠 這個戰矛集火打得漂亮 好 單投車要來了 好 自砸生旅 紅軍手在前面偷點 好 頂下了奴兵的升級 現在奴兵有了 沒有打算要走就俗思想 銅金現在不夠 主金被壓住 有點難受 好 這毛兵頭毛一發 好嗎 現在凶人3TC開農 後面這一坨騎士抓到開TC的村民 TC只差幾%就能蓋好 我的天啊 這個都要趕快補了 完蛋了 亞美尼亞人 這一波 都沒有補 後面出現了大四 哇 四隻騎士立大功 還好沒有點一弓 喊村民要五刀 好 這波砍完之後 村民差距被拉開了很多 好 騎士差點被招 自滴 好 明確斯特 趕快把這個TC蓋好吧 只剩下1%而已 好 現在凶人的優勢非常巨大 資源差距還是沒有領先 所以我們剛開局說了 亞美尼亞人的木頭 非常的快速 挖金的速度也是 點下這個科技之後就很快 而且現在已經拿到了3個生物 先隔上來說是2個 中間剩下3個生物 還在凶人的控制範圍裡 好 好 這裡不是靠生女去解決騎士 而是拉的工兵 工兵要小心 兩邊頭車互砸 一換一 頭車要高達第一 砸爛了嗎 往前走 用戰鬥技師尻掉了頭石車 頭石車現在有點危險 動技師兩下 第三下能摸到嗎 哇 來不及摸到 有摸到的話 這個頭石車應該就沒了 剩下8滴 應該可以修回來 揮頭再打個一發 收掉了 最後的一隻工兵 一個V陣 躲掉 正前方集火拿下 頭石車現在被戰毛跟奴兵射到頭破血流 亞美尼亞人明確實的成功打贏了 這一波 頭車戰毛前壓 好 現在工兵也直接走到了對方家裡的門口 這個火車出來直接 哎呦又砸到了一下 看起來火車還是有給到十足的壓力 亞美尼亞人準備升到帝王時代 農田灑得差不多了 好 村民收村 拉了一些戰毛過來 來 村前方 頭石車 被換掉 好 兩位尼亞人也補了 手推車 經濟準備補到最好 現在二金龍還沒有點 喔 剛剛講完就點了 哈哈 既然要補經濟的話 都會通常尋過一次 二金龍 手推車 這些該點的都點一點 待會地龍時代 就可以專心打架了 這是一款備菜遊戲 誰菜備的好 待會營業的時候就沒煩惱 現在兇人 接下來彈道學 地龍時代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聰明差距已經來到了三十村了 這場地龍時代上去 趕快挖石頭才對阿 沒有挖石頭的話 就不能錢壓寶 自己的帝王優勢 就沒那麼巨大 簡單了 亞美尼亞人這邊 好像對這個樹地打法 沒什麼想法 帝王先上去的沒錯 但是經濟現在是落後於人的 這坨兵抓到了幾隻村民 好 有登道學了 就抓了一村 好 現在亞美尼亞點了帝王時代之後 並沒有打算要走哪個路線的樣子 要走複合弓還是強奴呢 感覺先走強奴會比較好 好 但強奴的部分沒有升級 本是想要走複合弓 但現在沒有城堡 不能量產 雄人這邊則是要走遊俠路線的樣子 點了二級馬凱 工兵高打低 換掉兩台頭車 這個效果還不錯 哇 還點了下了工會制度 亞美尼亞人 打的真的是一個字 濃啊 好 這裡再抓個幾村 平衡一下村民差距 好 現在聖物全部都拿下了 六聖物 我的天啊 亞美尼亞六聖物 好舒服 好舒服 黃金有夠爆量 2500塊 還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到底要走什麼路線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就想要走複合弓了 複合弓 配上這個劍兵勇士 直接來個大撒幣組合 全黃金兵 好 雄人這邊是補清騎兵先 重裝騎士沒有馬上升級 黃金現在有點缺乏 錢壓之後黃金的庫存不夠 這裡要趕快來挖一下 右邊這塊黃金才對 好 清騎兵過來 打了幾下 還好強化教堂 劍士夠多 搞定 好 拉了一隻騎士 過來拖抓村民 舒服了 好 偵命的部分 戰毛兵繼續往前 後面又補了幾隻弓箭手 雅米尼亞這邊賣了一堆資源 一千食物跟三百木頭 搶錢啊 三千股啊 先把這個資源 比較美的價格換一換 換了一堆黃金 沒想到兇人這麼領先 村民卻被鴨子打 感覺是有點濃過頭了 沒有辦法給雅米尼亞人更大的壓力 好 現在 兇人急需新的黃金來源 不然現在連大落馬都點不下 現在左邊這兩個礦區 拿下是最重要的 好 巨型投資機 開始反擊了 兇人的巨型投資機 命動率加30% 打後面的巨頭相當舒服 好 當然該歪的還是會歪啦 好 兩台巨頭拿下 兇人這麼可以考慮走 遊俠或是走這個 打拉和騎兵 寶兵單位也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打拉和騎兵會有個問題 就是雖然遠防高 但如果遇到復合弓箭手 就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畢竟復合弓是可以無視你的裝甲 所以走打拉和騎兵 優勢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好 金冠頂上了 貝雷特斯 戰鬥技術 槍兵 你走騎兵 我走步兵 好 但工程方面來說 亞美尼亞人算是 西地國裡面工程最廢的文明 沒有重頭 也沒有大衝車 也沒有工程師 也沒有火炮 工程起來是非常廢的文明 當然這波工程好像也是可以拿下 巨型投資機數量夠多 就可以彌補工程輸出問題不夠的問題 但是大肉麻 肉麻們也已經準備好了 但這些肉麻並沒有三級馬鎧 被弓箭手射有點頭破血流 好 投資車直接砸在了肉麻密集的地方 砸了兩發 哇 這個投資車炸裂傷害 漂亮 直接拿下 好 最後守住了 只剩下一台巨型投資機 另外一台往下 好 匈人這裡 繼續修理 罵了更多村民喔 哇 這裡是幾村啊 29村 好 那暫時沒有問題了 這個巨型投資機是守得住 這根城堡 喔 喔 沒想到被射掉了 好 這樣一定要有人 布兵 裝甲布兵已經點下 攻擊技術也點了 待會照劍兵勇士就會便宜一些 這隻騎士拿了一個三殺 好 三巨頭 反擊回去 現在明確實 照理來說 要趕快把巨頭拉回去防守一下 不要再繼續硬拆了 好 趕快啦 趕快啦 這個肯定是 拆不完的 可能會擺給 躲一下 哇 這個躲 這是 被村民卡到才躲的嗎 好 不知道 但這邊又有非常多肉麻 想來一波直拆巨型投資機 哇 亞美尼亞這邊的黃金 一直被巨頭給消耗掉 但是其實亞美尼亞根本不缺黃金 來到了四千多塊的庫存 六聖物 四千多黃金 這個數字 還在繼續上漲 太可怕了 待會我們可以看結算 就可以知道六聖物的黃金量有多猛 亞美尼亞人就是一個偏濃的文明 這也是我喜歡玩亞美尼亞的原因 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亞美尼亞騎兵也沒有比較強 也沒有大肉麻 甚至沒遊俠 也沒三級馬牌 而且弓兵也沒有拇指環 也沒有馬弓 怎麼可以好玩呢 這個遊戲呢 除了兵種之外 經濟強力的文明 玩起來也是特別舒服的 好 那現在兇人來到150村 大落馬38隻 準備要出發了 目標是上方城堡 正面三柱箱 先拔掉上面這柱箱 現在是兇人的目標 兇人 下方城堡棄手 上方有非常多的落馬 直接抓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防守 槍兵趕快補在家裡 現在家裡的軍營產的不太夠 好 四根巨頭 準備要拆掉了 現在復活工跟槍兵 開始往前想要給壓力 但是其實家裡的後方壓力是更大 38隻的肉麻 來了 城堡棍蓋好 這裡大會也要收村 收城堡裡面 好 收出去 增加一下城堡的輸出 趕快再收進去 我會讓人民們 進入到城堡中心裡 不然就要死傷慘重了 好上方 槍兵 擋一下 肉麻 數量只剩下十幾隻 被抓掉了很多 正面並沒有打一個多線 肉麻第二波來了 城堡掉 肉麻才開始往前 但這裡又有一波肉麻 抓到了這裡挖礦村民 好 攻兵繼續往前 好 攻兵繼續往前 又抓掉了幾隻 巨型偷撕機要小心 吐了 三巨頭都被拿下 OK後方的四台巨型偷撕機架了起來 開始工程了 好 現在八隻村民 可以槍兵 好 槍兵來接到大洛馬的入境 大洛馬現在衝不過去 哇 這邊一搓 搓掉了非常多的肉麻 凶人這一下慘了 那如果現在凶人出 戰毛兵呢 也很難擋 因為複合弓箭手 對戰毛還有多兩點的傷害 所以打一下是十滴 像是八點傷害 加兩點 一下十滴 射四發 就能射死一隻戰毛 好 但戰毛兵還是得出 先把前面的槍兵給解決掉 只剩複合弓 用戰毛對射 也不會太虧 現在盡可能要保 保存一下黃金才行 好 亞美尼亞人 剩下三個人在挖金礦 但黃金庫存來到4200 好 剩下來這麼多黃金之後 你轉戰毛 我轉劍勇 垃圾兵殺手 劍兵勇士來了 而且還是特別白血版本 怎麼輸 光砍你肉馬我也ok 砍你劍勇我也舒服 砍誰都ok 來了 十九隻肉馬 對上八隻劍勇 不敢打 慫了 吃了我也慫 還在城堡下方了 好這邊是想要直接截斷復合弓 復合弓直接被肉馬貼了上去 死傷有點慘重 但是極力趕快回頭幫忙 還好 這裡有更多落馬 兇人沒有轉馬功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還是這邊鬼轉馬功了 轉了轉了轉了 早該轉馬功了 遇到劍兵勇士 直靠戰毛是沒救的 好 兇人這邊也有化學了 只差拇指環 跟重裝馬功 按寫人戰術 馬功就研發好了 這邊也是需要大量的黃金 才有可能 去轉型成功 這一波大陸馬成功 抓掉了巨型托斯基 右邊的槍兵 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裡也是一坨槍兵 開始多線操作 亞比尼亞人用著槍兵的威力 開始打到了一些傷害 哇 再抓掉一隻 現在馬功在高地 努力抵抗 這些劍勇 竟然直接要突破防線了嗎 白血劍勇 存活力實在太高 好正面的部分 巨頭又來了 就在亞美尼亞人 慢慢出巨頭 好像有能把 兇人給淹過去 兇人這邊受不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inchester 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到底六生物有點可怕 哇 四千五百黃金啊 太扯了 那兇人這邊 則是只有九千七的黃金 真是用錢砸死自己的隊友啊 那最後除了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四隻的弱馬 村民術一直在領先的情況下 卻還是打輸了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 真是用錢砸死對手 其實兩邊經濟到最後是差不多的 那亞美尼亞人 確實死傷的村民術是比較多的 死了快到對方的一輩子村民術了 那亞美尼亞人基礎經濟實在是太好 還是把兇人給淹過去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下訂閱